我弄一下就注意 監視器清楚拍下 这辆白色轿车 竟然连续倒车两次 撞进左边的民宅 铁门直接撞歪 旁边的住户早就被吓坏 一开中铁门 弄坏的听说是弄不起 这家的那个铁门 又没有得罪他 他为什么这样子闹 这已经是冲撞的第二回合 稍找车主先撞进这个社区大门 又朝向民宅冲撞 结果变成这样 铁门整片坏掉 民宅里乱七八糟 社区大门也毁了 到底要干嘛 原来这名车主 已经来叫嚣好多天 为了找他的太太跟女儿 简直像抓狂一样 在这个铁门一直在 每天在叫嚣 我很怕他哪天丢什么 放一把火就把它烧了 以为他太太 跟小孩成立在那个社区那边 这几天晚上就在那边 搬那太太的病史 事件发生在嫁一仙太保市 原来他们夫妻吵架 太太带走女儿 男子为了找寻妻女 以为他们躲在这个社区里 每天来大呼小叫 25号晚间直接冲撞 结果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找到了吗 他有拿照片给你们看吗 有 你们确定是没有见过这个人 男子被一毁损罪嫌 当场逮捕送办 还得赔偿铁门等修理费用 不过太太跟女儿根本就不在 鲁莽的行为得不偿失 记者侯国文家一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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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